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仲哥 今天是8月26号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解盘 一开始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也可以帮仲哥刷一整排爱心鼓励我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另外这边要麻烦大家拿起你的手机呢 帮我把这两个群组都做加入 很重要因为我的盘前盘中盘后提醒 都会放在这边 看影片可能慢了点 但是加入群组是最及时的 请大家一定两个人都要帮我做加入 那当然你也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再来说到QR Code 我的YT个人频道也请大家帮我扫描订阅 那希望大家可以帮仲哥一个小忙 帮我把这三个QR Code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那这个很重要 可以让大家扫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因为我们的及时提醒非常温馨 非常温暖 就请大家赶紧做加入 另外你来问哥来回答这一趴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有问题 那我就跳过 那这边就谢谢各位好朋友的爱心 那再来我们帮大家追踪一下 上周五最大条事情呢 就是全球央行联会 但是我们已经跟大家追踪过 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到 联主会报主席这边一共参加六次 年上周五总共参加七次 那这七次呢其实我们有跟大家特别提醒 除了2022年因为暴力升息 让大家非常痛苦之外 其余其他六次呢都是非常peace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 联主会报主席聊到 这边呢是时候改变货币政策 也就是降息循环的准备要启动 所以大家认为呢九月 你以为它是九月 九月要开始降息 那再搭配先前这七月的FOMC会议 其实九月降息应该是板上滴滴了 差别的差在降一码还是降两码 那这个我们都不用去理会它 因为我们先前有跟大家特别聊到 这个行情呢 只要呢降息预期还在 就是多头 但是呢真的开始降息那一刻 就请大家要特别小心了 那我说的特别小心呢 不是说行情就要往下崩了 No 没有这回事 我跟大家聊到的是呢 这边要特别小心的是 行情呢不会像上半年一样 你随便买什么随便都会赚 这里呢考验到大家的基本功 那什么时候要开始特别小心呢 当美债殖利率往下 往下来到两%到三%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了 因为代表那时候经济呢 可能真的出了点问题 所以经济到底能不能软着陆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我们心中呢要有个底 要提防呢有可能会经济衰退 所以这边就请大家特别去留意一下 美债殖利率的变化 那再来呢除了这个全球 这个全球央行联会 除了报了主席谈话之外 我认为还有一个呢 讲话也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呢不止报了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这边呢 也开始呢聊到了一些讯息 所以呢这边日本央行打算呢再升息 那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聊到 通常呢日本央行的升息呢 都是呢多头的一个末端 那鬼故事会不会要来了 就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原理上我认为这里的行情就是 个股表现走一个横向整理 那再来追踪一下这美债殖利率的变化 刚刚我们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如果来到2%或3% 我们可能就要特别小心了 那目前大概在4%左右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是还好 那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边呢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殖利率呢 没有太大变化 那这也代表说行情呢或许呢 已经提前反映了 接下来要看到更多经济数据 那中文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提显示 过去呢可能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是坏消息呢就是坏消息 所以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那市场会关注呢 就是降血幅度跟路径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年代时的今天的台股呢 表现呢就有点差强能力 原本预计说今天呢 应该有机会再来再次挑战这个季线板压区 结果呢就是摸到就下来了 那其实会这样走 你也不用太过意外 因为你可以看到 早盘的日本股市跟韩国股市 其实呢没有太大反应 再来你可以看到 日本央行跟这个美国央行的谈话 其实呢这行情呢 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 那区间呢我们就看看呢 月线呢跟季线这边呢 来回正看他呢会往哪边走 那只要呢只要可以站上基线 众哥一定是打加码单的 就是放大部位 但是呢如果跌破21800 那就有可能回撤打第二只脚 所以如果跌破 我们就会适时的收回现金 所以这个区间呢 这个区间的发展 请大家你一定要保持弹性 如果你这边资金全部都给他砸下去了 那如果往上站稳基线 当然很好拍拍手 但是呢如果是往下的话 那你手中呢可能就没有现金呢 可以进场做抄底了 所以这里呢还是要建议大家 是稍微保持一下弹性 那这边呢中哥要特别跟大家聊到的是 8月下旬呢到9月上旬呢 拉回呢站在买方 这个我们也聊过非常多次 那9月下旬呢开始呢 面临选前的不确定性 那同样大家看到这个 又以为说行情是不是又要震荡 又要开始往下崩了 不不不不不 没这回事 中哥只是要提醒大家 这里不追价 找拐点 你一定要让自己保持弹性 那这边选 选前开始震荡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聊到 只要经济不衰退 那选后呢迎接年底的作战行情 是还有机会创新高 所以现在你应该是把重点放在那边 个股 而不是在大盘 因为现在是一个选股呢 不选市的一个阶段 那其实我们过去也常常跟大家聊到 就是大盘呢 这个大方向 就是呢就是我觉得 这个大方向是决定于我的仓位 那如果现在是大多头 我仓位就是尽量尽量给他满仓嘛 那如果现在是走横向整理 那当然仓位你就不能打太满嘛 甚至有的人还会打一些避险空单嘛 那如果是开始往下 那当然手中就开始大幅度的提高现金随位 所以大盘的变化只是来提供 只是用来我们作为仓位的一个抉择 那这里呢 我认为这是横向整理 看个别股表现 那其实我们过去也常常跟大家聊到一件事情 大盘在涨的时候 大盘在涨的时候 会不会有股票跌停板 会有的 那大盘在跌的时候 会不会有股票涨停板 也是会有的 所以这边重点在 你能不能掌握到产业的这个产业动向 你能不能掌握到资金流向 你能不能掌握到筹码动向 所以这边就跟各位好朋友提醒一下 接下来你要让自己保留弹性 那再来我们快速带一下 就是刚刚聊到这个经济不出来退化 那其实刚刚公布的这服务业PMI 其实仍然是优于预期的 这也代表说 这老美美国爸爸 他们经济呢 看起来没有衰退的现象 所以这边就请大家持续做个追踪 到底能不能软着陆 这里呢 我认为你要好好去盯着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 你一定要手脚 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那这种各位建议大家 在这里 你就直接跟着我们加入成员脚步 跟着我们333的计划 其实换股再出发 我觉得现在呢 就是最好选择 为什么 大盘来到季限 也代表说有很多个股 过去呢 就是一些过去的主流 过去的主流 现在已经不是主流 但是呢 他这边跟着大盘反弹上来 你应该是先站在卖方 拿回现金 拿回现金之后 你才有资金 可以去找寻下一个机会 我们过去也常常跟大家聊到 我们不怕涨 不怕跌 怕的是什么 行情来的时候 你手中呢 没有那笔钱 就好比说你看到一个机会 比如说我们在8月5号 跟大家聊到台电跌停 8月5号跌停 台电跌停呢 往往会进到短线上的低点 那如果在当时你看到 众哥的温馨提醒 你觉得这个也是机会 但是呢 很遗憾是 你可能手中没有现金 所以你就错过了 错过这段20%涨幅 但是呢 我们在7月15号的时候 有提醒大家 这边你要拿回一些现金 因为BIS大涨 7月18去杠杆开始 如果你有拿回一些现金 那这边要相信呢 你就有本钱呢 可以进场地做抄底 所以现阶段呢 我建议大家 你应该要找一个 有经验的老司机 那为什么要找这种哥呢 因为这种哥 我相信呢 我应该是全市场 唯一呢 有提醒你 高档要卖的人 我相信大部分 在高档的时候 大家还是冲哦 跟他short hand 跟他all in 但是很少像这种哥这样 帮大家踩刹车 泼你冷水 因为呢 我已经看到风险了 所以如果你这边 高档没有卖开的 那这种哥建议 赶紧换个人 换个人 换个有经验的 我相信呢 会让你呢 感受到更多的愉悦 那这边就请大家 赶紧拨打 0223219933 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这几个案例呢 只是用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就是 呃我们就是刚刚有聊到嘛 有很多个股跟着大盘 反弹上来 反弹上来来到季线 那这边我让你反弹上来 你应该是要站在这个卖方的 那呃 但是但是 但是那同样 有一些个股反弹上来 如果你砍在低点 会 我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 比如说呢 我们先想跟大家分享到 3363的这个上权 反弹上来 你要站在卖方 还是站在买方 因为这边也来到了 这个季线的压力了 那如果你站在卖方 众哥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的 因为你反弹上来 站在卖方 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加入 产业的愿景 那我觉得你这一段呢 可以多赚到 好吗 因为这一段站上季线这一段 你还可以赚到 所以这里呢 我们刚刚有聊到 产业动向 知音流向 筹码面 缺一不可 每一个呢 都很重要 所以有一个产业呢 反弹上来 我觉得就要先卖了 比如说8033的雷虎 反弹上来 我觉得没有量 没有量呢 我就建议我新加入的朋友 就是新加入的会员 就这样这里我请他先走 那先走之后呢 一隔天呢 就马上马上往下去 做一个下跌 所以呢 我们的温馨提醒 非常的到位 所以有些个股 产业如果真的不对了 反弹上来 你真的要站在卖方 因为很多个股 上半年在涨 完全只是在涨题材而已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莱德 涨题材而已 比如说最近的机器人 看起来还没有获利 但是呢 股价却是已经涨翻天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题材 所以接下来呢 你要好好慎选这个产业 包括我们跟大家聊到 这个货柜行业 结果在五月中的时候 五月还是六月 在直播的时候呢 就有提醒大家 货柜行业呢 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在这里 大概五月五月 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我在这里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货柜行业呢 这里众哥没有这么爱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疫情的时候 运价大涨 那很多航商订了非常多艘船 这些船呢 通通通要在今年呢 陆续交船 所以这边供需会不会失衡 众哥是打一个问号 那我相信这个观点 你可能在外面也看不到 因为你在外面看到 可能都是什么 这中东危机运价大涨 不拉不拉之类的 那很少人像中可以这样 从这产业最基本情况 来去跟你分析 那最重要的产业动向之后 就像我们要追踪什么 筹码面跟资金流向 那筹码面是什么 筹码面是我在这里呢 看到呢 有人大量的提款走人 那最主要是什么 因为可转载 所以从筹码面 从资金流向 从这产业动向 我帮大家避开的这一段风险 那这一段呢 从220 我们抓200好了 到这边160 我们就大概帮大家避开的 60块加差 所以这边呢 是请大家 接下来你一定要从 这三个动向 来去筛选你的个股 就是呢 资金流向 产业动向 还有筹码面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7402的这个疫情 那我这边也可以呼应一下 大盘在涨的时候 会有股票破底 大盘在跌的时候 会有股票大涨 那差别只差债 你有没有发现 美了眼睛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上半年还是大多头行情嘛 我们在4月2号的时候 就提醒这位好朋友 疫情呢 就从筹码动向来看的话 已经有人大量提款走人了 所以在这里呢 你要谨慎的设好你的防守点 那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先卖出 或者是跌破的时候 跌破的时候 你就可以 只是跟着 跟着提款走人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下来 下来的时候 这个已经腰斩 应该已经腰斩了 那腰斩50% 众哥成功的帮大家避开这段风险 那这段呢 这段量 量也是很少 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跟大家聊到的是 量少众哥就没有这么爱 那疫情间涨一满 涨一满 好朋友 你应该要站在卖方 还是站在买方 你要去追吗 还是要反弹 反弹站在卖方呢 这边就让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手中还有疫情的 这边呢 这让你去想一想 好吗 因为反弹上来 这边其实似乎也来到了一个 差不多的点位了 因为也来到压力去了 好吗 现在就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 如果你手中还有不知道该怎么调整个股 这边呢 请你一定要跟着我们加入成员 一起来好好的操作 众哥好好的帮你做个调整 0223219933 0223219933 众哥会从产业基本面 资金流向 筹码面 带来大家来去调整你的部位 而且我相信我的产业 是你在外面很多都没有听到 刚刚聊到货归航运 你有听说过吗 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售电 你有听说过吗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就跟你讲 绿电而已 谁还会像这种哥帮你区分出配电不行了 然后不是发电不行了 发电配电售电 发电我认为已经炒完了 再是配电再是售电这一块 我相信这些是你在外面呢 都没有听到 那这边就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脚步 时间关系呢 那我就快速带过下面的七月十五 Vis大早 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这里开始降部位 七月十八去杠杆开始 你可以打一些避险部位 那其实我觉得 呃在交易上呢 其实我们不喜欢预测认的立场 当你看到风险的时候 你可以提高现金水位 那你也可以什么 你也可以打这个避险部位 打这个避险部位用于什么呢 要来保护你的波段部位 说朋友 那就跟这些好朋友就是做个分享 那8月5号台电跌停见短线低点 那这些我们刚刚都有聊到 那只要你有把这些 把众哥这些经验放在心里 我相信你都可以赚到钱 台电跌停见低点 谁敢跟你说呢 我相信全市场应该是我第一个跟你分享 因为我们从2020年 就可以聊到这个观点了 啊时间关系我就真的快速带过 现在我只想要请大家晚上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一件事情 我手中这些个股 已经没有希望的 我还要继续抱着吗 还是跟着众哥 把这些没有希望的个股 换成什么 有愿景的一些腰股 所以这边就邀请大家 赶紧跟着众哥一起来好好调整 因为下半年行情 我觉得真的跟上半年不一样 那你千万呢 不要把上半年赚的 在下半年呢 通通都给赔光了 所以这里就跟各位好朋友做分享 那我的群组呢 请大家一定要加入 所以现在就请你 拨打023219933 或是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都可以跟上我们加入成员的动向 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员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訂閱理財做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